敬禮 敬禮 桌下 提早 還有兩分鐘 好啦 等一下提早下課 因為這一節課 一般每一期的這一節課的時候 大家學員都很高興 因為馬上就要回家 那我錢高興 已經受完苦了對不對 來我們這節課 來一個檢討 來檢討看看 我們已經說過 我們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中華民國在我們台灣 對我們的教育裡面 要講過什麼樣的悲哲 大家想看看 中華民國 對我們講過什麼樣的謊話 我們在受教育裡面 你想想看 中華民國對我們講過什麼謊話 等一下 按照我講的 在國際上是可以 但是如果說好的科技 你可以幫你 點名做機會 我們說中華民國 我講過什麼 從頭開始來講 第一 蔣介石 我告訴我們 1941年的12月9號 向日本宣戰 有沒有 這也幫你騙 蔣介石 有沒有向日本宣戰 有沒有 沒有什麼人宣戰 叫他們自己的文獻 白紙黑字喔 1941年12月9號 蔣介石的階級是什麼 蔣介石的階級是什麼 那些職務是什麼 那些職務是什麼 那些職務是行政院長 這是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可以宣戰嗎 當然不可以啊 那些國民政府的主席是什麼 什麼人 林申 向日本正式宣戰的是什麼 林申 雙木林 森林的申 這蔣介石說的 別參嘛 12月9號 向日本宣戰 別參嘛 明明不是他宣戰的嘛 宣戰的人是叫做林申嘛 是國民政府的主席 林申啊 你們大家所託 跟我一樣啦 我同學也是這樣 好偉大的講功喔 向日本宣戰 抗戰八年 我有跟你說喔 因為抗戰八年喔 1941年12月9號宣戰 1945年8月15號 日本投降 1945年9月2號 日本在那個 秘書里建頂館簽的那個 日本投降書 1945年10月25號 蔣介石派陳怡 在台北的中會 中山堂啊 那叫做公會堂啊 來代表民軍接受日本的導航 這樣多久 1945年10月25號 接受投降 他宣戰於1941年 12月9號 多久 三年多啊 但是我們所有的人 包括我才來 都叫他很偉大 他偉大什麼 他偉大說 有八年抗戰 啊這個八年抗戰 跟我們台灣人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那時候 台灣是上的 日本政府的 是日本俗 日本的國土 中國 我們走 我們走 練的歷史 一開始就不對了 台灣跟中華民國 跟中國完全無關啊 但是我們的副本 跟你教的是說 蔣介石很偉大 幫我們宣戰啊 幫我們打日本啊 那時候我們是日本人 我們哪有可能說 自己打自己 所以由這個地方看起來 你就知道說 中國人 從頭到尾都在說白菜 再來 那有說過什麼白菜嗎 你想想看 從開始來講 馬關條約 當時簽的 1898年 1895年 1895年4月17號 這一天啊 那個 大清帝國跟日本帝國 簽署 簽署 馬關條約 簽署馬關條約 簽署馬關條約 大清帝國派的人是誰 就是 我要跟你簽約 老闆什麼人 大清的皇帝喔 對方日本人是什麼人 是日本的天皇喔 天皇對天皇喔 兩個皇帝對皇帝喔 這個天皇 中國的這個皇帝 皇旗 是 澎湖 跟這個 台灣喔 交給日本的 日本天皇喔 所以日本天皇 為那個1895年 1.9是 6月2號 殿礁啦 殿礁是什麼 中國派 中國派 叫做李精方 那是 李鋒章的 第二的皇帝 叫做李精方 啊 這個 日本派什麼 華山之祭 第一任的 中毒 在雞人的外海 紀元怎麼還要再外海 那當初的台灣人啊 那當初是 西半部 台灣的西半部 是屬大清帝國的管轄 我跟你說西半部 標示說還有一個東半部呢 東半部這邊啊 已經叫做厚山 厚山這個地方是誰的 原住民的啦 原住民啦 原住民的土地 欸 你台青帝國 那個台青 經年說中國人經年 像我 厚山 含我島 跟他掛給日本去 晚上 他在掛 經年說 像 白人的土地 還不給白人 還不給白人去 這樣啊 那在這個時候 絕對要收拔呢 那原住民 沒有武力啊 沒有武力啊 但是你看看喔 日本來 1898年 1895年 這個六月 要撤去以後啊 日本人是要臺灣以後啊 在這個厚山的部分啊 督到原住民 強烈抵抗 當然要強烈抵抗啊 我在住的地方 在武台武 是去給中國人 幫我買去日本 當然要去建政啊 經過多久 經過十年啊 1905年的時候 日本帝國 他覺得這樣不行 因為他在臺灣派的兵啊 竟然 和中國在建政的時候 派的兵喔 更多 要把原住民這個部門 要把原住民 要把原住民 要收拾沒辦法 沒有能力呢 所以 舉辦了一個國際的 台灣地位的 國際地位的會議 叫李仙德 李仙德 李仙德是什麼 李仙德是當時 美國 住在澳門的 那個 做領事啦 叫李仙德來參加這個會議 來討論說 原住民到底有沒有權利來擁有 那個厚山這個 這大山的土地啦 因為美國和印第安人啊 曾經 都鬥爭過 你知道美國人 那時候他去 全美國都去通敵 他是怎樣做 你知道嗎 他現在剛才是 東岸齁 紐約這邊的東岸 然後一個拓 那個拓方齁 一個親一個侵略 一個侵略到西岸 鑼尾 那是建政 我來那叫做征服啦 那個時候齁 坦白講齁 印第安人沒有武器嘛 用弓箭嘛 弓箭和穿要怎麼對抗 絕對沒辦法對抗的嘛 所以呢 整個 美國啊 整個美國 去給美國人拿去 白種人 種這些土地拿去 所以他們有經驗 所以應該來開會 就說齁 來討論說 這個原住民啊 台灣這些原住民啊 到底 這個土地是不是原住民 他們也沒有地位 開會的結果齁 國際會的結果齁 李先生就有說了 他說他們好像有一個 部落方式的組織齁 沒有 不足以 不足以 有主權的存在 那跟部落的組織 就好像是 殖民地的 那時候的正面一樣 那時候你看 那個航海時代的時候 包括西班牙 包括葡萄牙 到處 打那些人 那些武器 比較弱的 將他來動作 他的殖民地 所以日本人 剛才開始 再來 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 大清帝國 怎麼可以 將台灣 佔給日本 還記得 之前外 有一句話喔 只有殖民地 可以割讓 如果是人家的領土 就不可以割讓 有一句話 叫做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你沒聽到嗎 這句話 什麼人最早 最早說 江澤民 江澤民 無台無地 說台灣是中國 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覺得很奇怪 領土的領土 怎麼會說一句 神聖 不可分割 我去看見證明 啊 夭壽喔 原來殖民地 可以割讓 那自己本身的脫地 不可以割讓 就是神聖 不可分割了 啊 這個國際上有那個領土 有 馬關掉的時候 上台 遼東半島啊 日本說 遼東半島 叫清廟 要割 清廟也割 割割的領土 到今天為止 沒多久 三個國家出來反對 這個三個國家是 德國法國 跟這個美國 來反對 他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用稍等的 按照國際法 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因為遼東半島 那老大 以前就是中國的 你不能割 所以不能割的時候 台清帝國說這樣沒有 你如果要台灣這個土地 我這個土地給你了 台灣就是清條的殖民地 所以殖民地可以割讓 跟什麼情況一樣 美國跟西班牙戰爭1898年 1899年簽了 這個 巴黎合約 這個巴黎合約 就說 西班牙放棄五個地方 放棄波多黎克 關島 古巴和菲律賓 因為這四個所在 都是殖民地 只有殖民地可以割讓 但是自己的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割讓 所以羅威亞三國干涉 以後 外島 像 這個日本 這裡將這個遼東半島 以兩千萬兩 還是幾千萬兩 再向中國 但是將台灣提起 是這樣的關係 在國際上 照這個國際的萬國公法 裡面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不能割讓 但是如果這是殖民地 可以割讓 所以你可以了解一點 台灣以前 比較是這個 大清的拓殖地 我沒有說殖民地 因為不是全部啊 只有這個西班 台灣的西班的部分 全部有七個屯肯區啊 清朝的屯肯區啊 只有這個部分 這是清朝的 所以 拓殖地 那當中台灣是清朝的拓殖地 日本一般台灣經營以後 1905年開了國際會議以後 如果照國際法來看 這些原住民啊 他們沒有主權 他們是像部落的形式 所以是本來為1905年 1895年是一次台灣喔 1905年經過十年啊 他開始從北 從北啊 向南啊 從北邊啊 向南邊 向南邊 一直到那個 屏東的地方 從這個地方 派警察 跟這個 做軍隊 從這個部門 都把他征服 他把 今天風很大耶 還不錯耶 我繼續說 這個 日本政府啊 從1905年到1915年 從北邊 他打來向南邊 你看看 他好像為了台灣 要把台灣全部政府 原住民的政府 用十年的時間 打成這樣啊 整個月就該完了 所以原住民啊 台灣的原住民啊 比青條啊 還用 所以原住民很會打仗耶 你知道原住民 在那個時候 有多少人啊 一百二十萬左右啊 你知道說 今天的原住民 多少人 四十五萬 人是人口 越來越多 原住民 才越生越少 那不是啊 誰打仗也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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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原住民喔 因為 那時候台灣人 跟這個中國人來的時候 都叫那個 真 真 無辱 那日 我不好意思說啦 那日 什麼反應 你知道嗎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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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 本來 叫什麼日 你知道嗎 有差了嗎 對啦 那我我不好意思說啦 你說到大聲 有大家聽 啊對啦 說那句啦 那句是很痛苦 啊 說那句的 所以這個原住民 都變得說 先天上的祖鄙 自卑 其實原住民 比這老爹的人 更困难 他們 尤其是山路啊 真是走路 好像用杯的 不要说是日本人害怕 和美国人在建政的时候 太平洋建政的时候 他派义勇军 想要用刚开始派义勇军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要过是台湾这个土地要过是 原来是日本的殖民地 本来是清朝的殖民地 殖民地都给人家仍然叫做殖民地 但是日本人他开始经营 他跟台湾的建构 什么时候主权建构完成 就是一个1915年1后建构完成 这1915年全台湾去通印1后 没有抵抗了 才开始建构台湾的主权 400年来在19115年1后 这个台湾的租款才成立 在这个万国公法里面 按照万国公法里面的规定 谁建构了台湾的主权 日本人啊 所以真的建构台湾主权 不是中国人 是日本人 也不是我们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是够走的为止 用战争法 建造台湾民政府 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所以那个时候是日本建立 有没有证明 有 1922年的2月22号 这很好奇 1922年的2月20号 那个时候 有一个裁军协定 旧金山裁军协定 有五个国家签约了 那时候签约里面 有19条 承认台湾澎湖是日本的领土 第一次出现国际上的文件 所以 台湾变成日本的领土以后 日本开始认真经营 从1937年 开始在台湾实施黄民化 因为马冠条有规定 不是说你们 这个 哪里台湾这个土地的人 人家 人家承认台湾 就变成日本人 没有 都要等到什么 要等到日本的内阁 同意台湾两家 变成日本的公民 国民 所以从1937年开始 开始实施黄民化 到国民一队 一直到什么时候 到1941年 1945年 对不起 1945年的4月1号 日本天皇颁布 天皇招书 明治宪皇 天皇招书 明治宪皇在台湾这块土地 实行 以后了 台湾人才有提到 跟日本本土的人 同样的管理 就是那时候 开始台湾这个土地 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其实这里 这都很清楚 这也有一个证明 你想想清楚 1941年 1945年4月1号 本来是总督 用名字用总督 跟日本导航 是1945 194 1952年 我说不清楚 1945年10月25号投降 那当年总督最后一任的总督 叫做 安藤还是 安藤立吉 我叫安藤立吉 安藤立吉 这个总督 我请问你们 他投降的时候 是用什么身份 是用总督的身份投降吗 不是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不是 他用什么身份投降 我跟你说 他是用第十方面军总司令 因为从1945年4月1号开戏 已经不是总督了 变成什么 知识 知道的知 事件的是知识 过去没人研究 所以 我们在讲这些历史中有证据 他本来是总督啊 他第十七任的最后一任的总督啊 但是投降的时候 跟人签名的时候 撒 第十方面军的总司令 因为国家对国家在战争的时候 当然是用部队的名称嘛 所以 因为这点 我们也看得出来说 台湾确确实实是 当时啊 所以 在这个时候 美国也好 中华民做很多事情不对 竟然说 中天当时 有一个秘密档案说 蒋介石 跟美军说什么 台湾六百万的人口 都是日本人 我们不要他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六百万的人口啊 请你美国派准啊 带他去美国本土 人家不要我们呢 因为我们是日本人 但是美国怎么说 No 六百万人口他没得到啦 因为他要把台湾这六百万人口 都给他干燥 这样台湾这个土地 法律上叫做什么 叫做 无人土地的 那无人土地的 那无人土地就是什么 什么人先将先战先赢 苏联玩这个游戏 北方四岛 苏联在日本 因为国际法有规定 无人土 谁先发现就是 announce以后啊就是他的 谁先claim 先阻挡 那就是他 所以今天为止 在法律上 日本和苏联要去战争中 为什么 因为苏联没有签和平协定 很厉害 这很多事情你们没人都会知道 这国政上这些事情都属实 所以现在国政上 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怎么解决 苏联会应该说 说得很清楚 用国际法解决 那国际法解决 我跟各位说 我在电视上这样讲 美国国务 国防部和国务院 要求我们 这个group 因为我们有在研究政策案啊 要我们提供法律的根源给他们 这个法律根源 有没有提供 提供了 我们在网站 我们有什么 南海论法 你知道这个南海啊 西沙群岛跟 南沙群岛三个人 本来是谁的 台湾的 那个日本时代有公布 我们公布的那个文号都有 是属于高雄市的管辖区 东沙群岛 也是我们高雄在管的 所以有很多土地 我们叫这个国际法 建筑法 老板就叫做铁兜回来 其实台湾铁兜回来 铁兜回来 铁兜的所在法显旧 是台湾人的 不是中国的 不是越南的 不是什么菲律兵的 他们现在在製 没什么好製啊 这市区人 建筑法 拿出来 国际法 在那个 国际法庭 过来 但是问题 我们台湾还不是国家 我们没有 起诉的那个 事隔性 我们不够啊 所以我们就要 找一个国家 不是找日本 就是找美国 可能要去找日本 合作 台湾跟日本合作 来这个东沙西沙 把它拿回来 不是做不到呢 如果过来 我有把握 一定贏 百分之百赢 因为 靠靠是一个 叫建筑法 因为这个文章 我已经铺在我们 网路上面了 美国政府有 拿去 拿去看 所以 我也跟各位说过 钓鱼台是什么的 我上这个节目有给各位说 钓鱼台是什么的 是台湾的 是哪一条说台湾的 叫1895年的 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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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在说什么 第二条来在说 台湾跟他的周边群岛 我给日本 所以这个周边群岛是 包括钓鱼海 所以钓鱼海是台湾的 但是 后边这个比较重要 台湾是谁的 日本的 所以钓鱼台是什么的 日本的 没有错啊 什么时候 钓鱼台 如果要拿去 什么时候 待会有一天 我们跟日本政府说好 台湾自治 跟日本变成commonware 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钓鱼台拿回来 我相信 那个时候 日本也会 同意说钓鱼台 给我们台湾 但是因为 他怕你强权政治之下 台湾要再放钓鱼 所以我们没办法说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在座这些年轻的 我愿意中 我所 所得到的 所有的研究的资料 给我们这些年轻人 你后面都会变成专家 这方面专家不多 我就跟各位说过 全世界设战争法的 设这些不多 为什么 设战争法没有饭好吃 我是比较好运 我一直为了拿博士去念那个战争法 因为我一直都已经 开补习班了 你可能有专家 怎么会向日本开补习班 对啊 我很年轻 我28岁就当补习班的老板 以前补习班的执照是管制的 全台湾只有七次二次执照 我好像买托拉斯 我第一次执照买八十万 那两次八十万很高 他从老出院 两三年之内 我就四五间 台北有两间 高雄有一间 台中有一间 我就马上就拥有 所以我年轻 年纪很轻的时候 就赚很多钱 就开补习班 为了开补习班的时候 我想说 老师很多都是博士 你博士班的老板 没有博士怎么写 去日本堂 日本堂的学习同样 花了两年半 堂的博士就很难 日本的博士 课程博士非常非常难 课程博士 就要等你学校的博士 高雄的博士 死去之后 你才能顶替 我没想到等 我等到他死 我怎么办 所以就拿论文博士 所以当时我设 战争法论文博士 拿到以后 我也没想到 可以有一天 会应用在台湾 这个地位上面 一直到2004年 我碰到李正辉总统 他说 你以前我设建政法 你如果要做建政法 把他放在台湾的地位 我才发现 哦 这个 我刚刚才在 刚才去跟哪一位讲说 我跟那个2004年医療 才真的认真在设计 那个以前 我这次设计 好像设到初中议定 初中以前 有设计 那人真的很认真 第一次院嘛 大同 你现在 每次都知道 只有在初中的时候 很认真设计 跟条建东医療 我就没有在念书了 坦白讲 一直到2004年医療 才全心研究 台湾的地位 那当时 真的设计 但是呢 因为以前有基础嘛 所以呢 我在念这个 战争法这段 就很快 所以我们今天 用这个建政法 可以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坦白讲 是史料未及 但是今天 我很诚意跟各位说 我们都年纪都很轻 但我们家很主持 好像没人设法律 但不一定要设法律系 你才能够研究 台湾的地位 因为你如果真的设法律系 你研究台湾地位 你的要事 你的务本很好吃 这个说到这个 台湾地位的研究 到今天为止 已经全部非常明朗 我上次也告诉你 各位说 我刚才说的 日本天皇 将台湾 跟朋友的所有权 他天皇有所有权 将这个管理权 放给政府 政府因为建政失败 政府将这个管理权 放棄 放棄里面 那有说放棄有什么人 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说放弃给谁 有没有放弃中华民国 没有啊 那当初中华民国有没有台湾 没有啊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没有拥有台湾 没有啊 为什么 在那个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 那个时候战争饶饶就结束了 所以台湾这块土地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完全的无关 所以在法律上 他如果跟你说 哦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你说放屁 真的是放屁呢 放屁最没有有声音 他说那句话 完全都没有道理 但是现在中国人知道吗 知道了 中国已经完全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说 现主席的台湾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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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也开始研究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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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的结果 亦模一样 他出一本册呢 2007年出一本册 我把冰册的册里面 研究结果 和我说下研究的结果是 亦模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 台湾 台湾他不敢写 因为他要杀台湾 他就会知道台湾不是中国的 在法律上面 从马关条约一直到警律 我相信以后也是一样 已经不可能台湾回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上 所以他没努力他要怎样 中国怎么办打算怎么办 他有两个方法 第一利用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 对台湾人民的无知的教育 告诉你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我说过了 我们不是中国人也不是 确确实实不是中国人 法律上也好 感情上也好 那既然不是中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 已经无可奈何了 所以他只有我刚刚讲的方法 第一个统战 什么叫统战 其实看到统战两个字 你不要害怕了 统战是什么 全文是什么 统一作战连线 你所谓的统一作战连线是什么 就是用各方面文化啦 财务啦财政啦 让你台湾人民 感觉到说中国很好 因为以前他的教育 蒋介石对台湾人的教育 就是万恶的教育 就是说中共很坏 共产党很凶 有什么三反无反啦 什么政策啦 两年的一次变动 两年一次的 台湾人在无形之间 所有人在内心里面 对共产党怕的要命 不要说你怕 我们这一代到 那个时候去 去中国去歧途的时候 看到他 我还要跟我们家的隔壁 那个黑马桑 看到那些人的海关 中国的海关 发出给人说 共产党好 海关说共产党好 人家什么闭名呢 我没跟你骗了 共产党好 我在台湾的教育 就是你们叫共产不是吗 那都是教育的管理 我说一说实在 这不是笑话 是完全真的呢 所以有很多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 让我们的投资里面 所谓 真的是跟世界上的价值观不一样 其实坦白说了 共产党有台台湾人吗 共产党跟台湾人何冤何仇啊 没有耶 谁跟我们有冤有仇 国民党呢 中国国民党台台湾人呢 但是今天 台湾人票 在支持中华民国 在支持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台湾人你说 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 美国又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 所以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 中华民国也是台湾人的敌人 这个没有错吧 等什么东西等于什么等于什么 这个你们都念过嘛 我没有讲错嘛 既然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敌人 我们今天在选什么总统 全世界不像台湾人这么高的 西藏在印度流亡 那印度人也没有去去选西藏的总统 没有啊 法国曾经在 那个伦敦流亡 英国人也没有去选当时他流亡的法国总统 没有啊 为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流亡 台湾人竟然在选他们的总统 你说台湾人有胖子有胖子吗 你自己想想 在座都是年纪很轻 一开始就用这关错误的教育 用这关错误的历史课本 台湾的历史跟你说不对 后来你大了你又很累 你后来你如果去国外你跟他们说那些话 你用笑呢 人家觉得奇怪呢 你台湾来的这些孩子 你们的历史观到底在哪里 都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 中华民国当然逐渐有在改变 像我跟你说 中华民国的军队图腾取消 没什么人知道 他刚刚在上課那个张淑华小姐 我们刚刚吃饭在楼下的时候 她说我不知道呢 最近有那个方文那个军后的学生啊 他们在的帽啊 那个图腾啊 拿掉了呢 现在已经没有那个青天白日满地 那些东西在上面了呢 那天刚刚好建车预防啊 十几步的战车用那个拖车带着 所有的战车通常经过 那个欧 那个本来战车头前都有一个欧欧的 那个中华民国的logo有吗 都涂黑了呢 为什么 所有的基点里面 直升机 战斗直升机 这里你看看哦 这个都是我们拿去拍的啊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为什么 但是有让老百姓知道吗 有让台湾人知道吗 用那个陆军那个标志都取消 不让台湾人知道呢 你今天你说啊 我没有看到美国人 美国这个部队在台湾 常常我们有这样想法 真的没有在台湾嘛 我就用力给你说啊 你如果有随处的 你每天你看到你的处处 没有啊 何瑞元上去有说啊 战争法那里有规定嘛 我占领不一定表示你随时在你的面前 但是你只要在短的时间里面 固定的时间里面 我会在那个时间里面 准时的出现给你看 就是啊嘛 2004年的时候啊 2004年的时候啊 阿弁台湾人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啊 那时候 部队要叛变你知道吗 凤山啊 部队 要出动 要去台北 我讲这个话我负责任呢 那时候呢 美国马上跟 李登卉说 你要通知部队 如果他们胆敢向台北出发 我们要用飞弹炸掉所有的道路 奇怪 他要把你炸到那个道路 我就跟你说啊 库哥二十你不要去看嘛 你大家都年轻 你都要用电脑嘛 库哥二十里面 所有的道路清清楚楚对不对 你知道那是商业用的而已 军事用的话更清楚更清晰呢 你不要说部队的人 你一个人在那边走路啊 还是用部队要摊在那个望远镜底下 上面所写的清清楚楚啊 所以政变不成 你部队要上人 美国马上知道 所以 我经常说 中国敢打台湾吗 没有那个胆啊 我丁这口 我有说陈炳德啊 参谋总长啊 中国的 四大 四大的长啊 参谋总长去参观美国的六军 基地两个啦 海军基地一个啦 空军基地一个啦 看后他怎么说 我们跟 中国啊 跟这个美国啊 武器相差二十年 一边的部队相差四十年 四十年都不止啦 第二个世界代表 两个日本有航空母舰啦 二十九尺 九尺尺尺尺尺 中国一尺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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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金啦 两千万美金三个人都有航空去买啦 而且我还跟你说 我感觉很可笑 但是台湾人都不知道呢 部队都吓过 哦 中华民族哦 什么 有那个航空母舰哦 什么这些南海哦 南海要跟越南冲突哦 打哦 要再打啊 要再打 各位啊 如果跟越南 我偷偷躲给你做鱼子坐 双方武器差得太远啦 中国人什么就厉害了 嘴很厉害啦 他的媒体很厉害啦 我跟他说 我公开想想中国啊 两年之内 他的航空母舰 没有办法完成 航空母舰哦 到现在为止 他本来要倒摩托 对不对 航空母舰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我说一下简单的 美国 美国的 他的军事手册里面有啊 他那个是 航空母舰是哦 要成型之前哦 是踩到两十的呢 东西都倒倒倒倒倒倒倒 好两边才夹起来呢 现在现在是他买那些两千万 那人的拍攤股舍那些东西 是两千万美金买的 里面都已经倒好 里面没严禁的呢 那本来是要做海上旅馆呢 所以不用摩托嘛 连那个摩托都没有装 怎么下水 所以我想说 台湾人哦 很好笑耶 你怕不在怕什么 我都想不到 中国人敢说飞弹要对弹 我们就这样走到要死 其实不会啦 飞弹你打哦 打过来 假设说飞弹打过来 要打我们这株图啦 要打我们这株图 我们这株图就要 整株图就要打 我让这株图沉下去 都变不过 如果要打这株图 听清楚最没有要十摩了 如果十摩又加上说 他都算不准的哦 不然要一百摩了 不是那简单耶 飞弹来作战 GPS 美国如果将那些卫生 都要拐掉了 不好意思哦 如果要打这 可以打到总统府了 就差那么多了 这是很基本的观念 很基本的军事观念 所以台湾 你说台湾 现在没在做兵 没买我们武器 国企 不是买我们武器 买中华民国武器啦 是卖给中华民国 但是台湾人在买单啊 看就很少了 我们在挟税金啦 所以那天我跟你说哦 我真的讲到是 那天真的 说到 哪后空都铮起来 求二者都是台湾人 你当时看到 中国人在买二爪 中国人如果拔白 三军总议院 不用拔好 他去就有了 白帮虽然在等你 一国而已 一万三千块 台湾人三千块而已 不完耶 说起来是真的是很可能 但是你都不知道 你今天是你的鼻子 把你牌掉了 你们父母在外面做牛做麻 让你们贪 让你们贪 但是你们也要了解 很清楚 我们台湾人本身 台湾到底是什么东西 当然啦 你会说我只有这几个人 团结起来 有没有 没有用 在座有100倍 1000倍 有没有用 也是没有用 你会说啊 一千倍都没有用 你叫我做什么 今天 因为过去的教育错误 所以我要希望各位 你们来这些受讯 就是要去外面 要回去好好 要让你的同学 知道我们台湾真正的地位 在哪里 所以我要要求各位 上facebook 跟大家讨论 你丢出问题给他讨论 但是你们都有 一本体 新台湾论 不懂就看里面 实在不懂 打电话来问我也可以 到今天为止啊 我相信我们这些facebook 这些facebook 丁远这些网军啊 我称他们为网军啊 这些少年军啊 我们是所向无敌的 因为我们说的都是 依照法律来 清清楚 台湾如果没有用法律 我们怕你台湾人 也只好这一项而已 台湾没有百分之好 你经济 我都跟中国比吗 他中国人可以 让中国人都要死 台湾人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可以用的目的是什么 法律 美国人最怕的是怕什么 法律 美国是三权分立 立法司法行政 三权分立 那用司法 来督住美国 那用司法这个上方保健 你美国走错的路 我就告你 所以现在美国的行政单位啊 就是国务院啊 很怕我们啊 美国有两派啊 美国这两派 一派就是支持我们 中华民国 他为什么支持中华民国 他为什么支持中华民国 我给各位说 当然 我现在要讲的 我没有证据 我认为是 讲颂美年的关系 讲颂美年是什么 是美国人呢 他讲了一口很漂亮的英文 我们台湾人啊 包括我在那里讲的很破啦 虽然我有很好的朋友 何瑞妍 搞我到底呢 他常常跟你认证 我有常常那些 男人的事 我就说虚 习惯啊 我从来也不说男的女 跟女的女的她 还是男的她 一天到你犯错 一天到他也认证 在这种经营之下 我在跟美国人在接触的时候 我自己当时 我靠文字啊 如果下来 我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我在说的时候 我就有问题了 我想在座国内也是同样的 那如果同样 我们要跟美国一胜台 美国美改修国 一定要用法律啊 啊法律啊 要用英文呢 你什么中文去 去的法院有效 绝对没效的嘛 对不对 所以 今天 我们是第一批次啊 第一批啊 大家的责任非常重大 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用手就好了 说让人知道 让你的同学知道 让你的老师知道 我相信你的老师 不是 统统不清楚也不对哦 我们的论述啊 你如果不想知道 很简单 你去看一个台湾民政府的网站 台湾民政府很简单嘛 你只要懂得国字嘛 台湾民政府五个字打上去 马上就找到了嘛 你说你能这样我给你加 你说我看了台湾民政府的网站哦 哎 有其他文章说一个中国 这文章你讨论了 你自己讨论嘛 这里的一个中国哦 有五个地方的一个中国都不一样 民进党的一个中国是什么 国民党的一个中国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是什么 还有 中华民国的一个中国是什么 还有台湾民政府的一个中国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讲的一个中国是什么 上海公报有共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公报有共美国 同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同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同华人民共和国 在英文的 翻成这个汉文的时候 倘乎的 坦白讲没有这个字啦 啊所以咱 一般这些人说 这个同华人民共和国 那个同华人民共和国 它翻的是什么 认知 No 我把它翻的得知 得知什么意思 我听到 哦 你两岸的中国人你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们两边在说的 中国人在说的 但是里面有说台湾人说什么吗 没有啊 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呢 你们两边海峡两岸的人 你说中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政府 是你们两边中国人在说的 我台湾人没说的 没有讲的 美国就是这样讲的 啊 台湾人就不要解释了 哦 美国已经承认哦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头到尾 我没有看到一个文件 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人已经讲过 啊 中华民国说什么 中华民国是不一定是 他已经流亡了 我给各位说的 流亡怎么流亡 1949年离开他自己的领土 跑到外面成立领 迁都台北 离开自己的固有的领土到另外一个地方 叫做流亡政府嘛 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那句话要记得哦 不可以就地合法 所以中华民国想在台湾就地合法 可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一句话就打死了 他如果说中华民国在体制内来改变啊 算计了 总统宣布说停止中华民国 不好意思 这总统就在来庆车 这叫做叛乱 所以陈水平敢说吗 不敢说了 所以陈水平说我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我相信他也想要向中华民国给他停止 但他停的都没有 他没办法停 他如果停 马上国民党的军队跟他说 啊你叛乱 把他拿去庆车 我给你保证 所以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之下 宣誓做总统 要改变台湾地位 绝对不可能 所以我们在反对叛义的原因在这里嘛 啊有的人在外面呢 说 啊 变一变台湾人的叛乎他啊 啊 召一后啊 这里宣布这个中华民国停止 怎么可能 那是叛乱耶 叛乱耶 所以中华民国 他说的唯一代表中国的是什么 是中华民国 其实他已经流亡 所以美国曾经讲过 台湾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是一个上代讨论的 也不是国家 他是有代讨论 什么叫上代讨论 因为还有金门马祖嘛 他两个蓝山马还在那 所以上代讨论 台湾民政府说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 但是台湾是台湾 我们承认这个啊 我们怎么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 美国承认的跟我们台湾一样啊 全世界都承认啊 全世界都承认啊 全世界都承认说台湾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唯一政 没有错啊 只有我们而已 我们现在除了民后 教育的管理 到今天为止中华民国和台湾这两个 拆不开啊 扯不开啊 那也没怪说扯不开呢 你拿去你的身权 看看中华民国呢 中华民国现在我再跟你说 现在很要求哦 你看看那个钞票 那个钞票 以前这个钞票啊 虽然是下公中华民国啊 他那是 有那个 以前是用黄金 要在那个 假设他要印钞票 要有黄金的储量 现在中华民这条把它取消掉了 所以一直会通货膨胀 当年这个台币啊 一定 一年不如一年 所以我们如果民政府不赶快出来 党这件事情的话 有一天啊 通货膨胀啊 会让我们台湾吃死去 有一天还要4万块 換一块 你们可能不要经过那些4万块 換一块而已 1949年的6月15号 中华民国一次台湾给你选择啊 选择啊 选择什么 本来中华民国一次台湾 那个时候呢 日币 等于台币嘛 那时候丁余双方一样嘛 那时候是币值差不多呢 到老板了 在台湾一直通货膨胀 什么通货膨胀啊 他没有钱 他在台湾哦 印钞票 一印一印 用钞票去给你买你的米 给你买你的糖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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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我的台票 救台币 那是什么概念 你敢相信 台湾人完转破散 一棟老板的房子 可变成4万块 竟然存一块 台湾人到那儿好去了 我不相信 跟今天 因为这种同样 台湾人可以 忍得住 让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都同样 有一天 通货膨胀 到台湾人 已经变成一瓶如石了 城工店又 slap founders 我们家民政府 这么吃苦 叫大家 único! 在那儿说着 我的你的 我们又 plaus一次 我们美国주고 美国说,ok ok! 美国愿意帮忙我们 反而不是去杰棉 我们现在从7月1号 开始发行身份证 是经过法律程序班 我告诉各位说 美国跟我说一句话 但是我不敢公开宣布 本来是说用身份证 民政府的身份证 不用interview 这不减是中华民国也宣布说 他们也可以不用签证去美国 但是我告诉他 不可能 他现在发护照美国政府要求中华民国 要亲自去拍照 而且要写人别 这什么叫做人别 人别 就是说跟我们一样 要把台湾人跟中国人拖开 台湾人 因为去给他写了 所以要去美国是应该的 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台湾人啊 定义是美国的非国内也非国外 你怎么你听不懂 非国内非国外是什么意思 不是国内 又不是国外 非国内也非国外是什么意思 这是悬空啦 是还在占领中啦 那占领中按照人权公约 按照外国公法 按照战争法 台湾人可以自由进出美国 不用签证 有利子吗 有 琉球 琉球就是这样 台湾人不会去政策这种地位 只要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各位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吗 我已经给各位说过了 会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 那占颗不好啦 毕竟说 人呐 你如果住在那间厨 我如果住在国宾饭店 我知道吗 这个国宾饭店是我的 因为我在这里住60年了 可以吗 我在你们家住60年了 后来我跟你说 我住60年了 这间厨已经变我的了 你一定说我笑的 你不是说台湾 台湾是台湾人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在政治上的语言是对的 但是在法律上行不通 这有一个主权的概念 由台湾人组建而成的国家 才会拥有台湾的主权 才会拥有台湾的建构这个台湾啊 因为我们台湾民进府 美国在协助我们 建构台湾人的台湾啊 我们现在在建构台湾人的台湾啊 所以我常在说 我为什么不喜欢民进党 民进党 党章第一条说 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 你们跟中华民国 在座跟中华民国 在座跟中华民国 我们既然不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跟中国一不一样 一不一样 你们感觉一不一不一样 完全一样 中华民国简称中国嘛 你们有听过这句话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也是中国嘛 所以两边都是中国嘛 你台湾人不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要中华民国 你就掉入他的陷阱啊 所以呢 当然在座可能都没有投票权啊 少部分有啦 我建议你要投票之前 我不强迫说你要不要去投票 但是要求你要思考 当台湾人这一种思考 能够变成大家的共识的那一天 台湾才有变成台湾人的台湾人 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要多久 要台湾人自己决定 到底台湾人会过 台湾人有个说 啊海啊 这要让中国统计了啦 那不懂多久 不懂多久 我认为一年之内 台湾民政府会接党政权 这边受训的人 我一个人送你一面国旗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那边没有500块 送的我已经 十个月都去吃馒头了 那边 那边 那边国旗是美国政府要求 给台湾民政府受训的人 一个人一面 上个礼拜我才接到这个命令 那这个旗子送给你要做什么 当有一天 你接到简讯的时候 我们要求你在几月几号 全台湾我们这一抢千人 同时把美国国旗挂出来的时候 你要挂出来 你怎么知道现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期啊 到处都在挂呢 你有看到吗 很多了呢 美国说 哎 你台湾人是笑的吗 我没有笑 我也会笑 要挂美国旗了 但是我们没有美国国旗啊 那美国政府说 我给你们了 第一梯是送了一千面来我们家 那你们是 第一梯是拿到这个 这一面国旗 那第一次到第九次都要不拿 你先拿到 所以在座应该是 拜烈让我 我是第一个拿到美国国旗的人 那这面美国国旗啊 也许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不知道啦 那这一面你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美国也许有在上面有什么密码 我也不晓得 但是我又说一次哦 拜托你拿这一面美国国旗挂的时候 不能要结果啊 你如果用竹竿哦 清清拆的就要把它挂呢 你一定要规规矩矩 花个几百块钱去买那个竹竿哦 当然我没有要求你买这个 老鹰的这一种 这是加放由美国来的啊 美国国那个那个内政部哦 送给我们的啦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在处理的是 塑膠的啦 要给它访的啦 可是我没有授权啊 授权我们来访造啊 所以我希望说 当有一天的时候啊 有点一点感觉奇怪哦 啊你们家怎么在挂美国国旗 不只是你们家啦 还没多久啊 我们已经开始在控告美国说 台湾人说哦 我在外面都没有看到美国人啦 啊你常常我们在上課 林教授常常在跟你说哦 台湾还是美国军事占领啦 我们都挑一空的啦 我就没看到美国了 我说你美国旗就不把我挂出来 所以呢 我们跟美国已经达成一个协定 叫我们控告它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美国也说 可以我们主权可以还给你台湾民政府 啊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你知道接一个政府要多少人 差不多4千到5千 我们民政府训练到今天为止哦 大概有600多了 那这600多还不够 所以美国一直说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哦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不是说一年才通知一次啦 既民联络一次啦 我们几乎每一个月都有跟有关单位在联络啦 上个礼拜被通知 每一个受训的学员要送一面国旗 先送1000面国旗到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受训的人员的同学 我们准备送你一面 当然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我们网上去看这个 我们这个节目哦 第一期到第九期的 大概从这个下个礼拜啦 下个礼拜天的时候啊 应该回来总部啊我们会送给他这面国旗 等到有一天 当美国通知美国军事政府要进来台湾 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要挂三面国旗 美国国旗 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旗 跟台湾平民政府的旗 这三支旗 你们有看到哦 左边上面的美国台湾占领旗 这些 就这些和平条约23条 美国要挂这个 他没有挂啊 因为没有挂 台湾人就是说我们看不到美军啊 但是我给各位说一个秘密啦 美国很多的单位很多的人员 已经进来台湾了 在准备中 这一点我人格给你担保 我讲的都是事实 右边这一面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旗 为什么有这个旗 那个红色是表示什么东西 什么东东 我有说过嘛 台湾本来是什么的土地 日本的土地 到今天为止 台湾这个土地的所有权价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还握有台湾的土地的所有权壮呢 他就今天和平条约是叫日本政府放弃而已 他在美国打过官司 你知道美国打一个官司啊 美国一个契约啊 不是两三次就行了呢 我跟你签一个合约 那不行呢 怎么说 我会跟你问 你如果过心里要怎么 这个条约算不算 所以一个美国的 普通的一个契约 这么大笨 所有的情形都在这里 签名的上方 对方撂去 还是你撂去 要怎么办 后面要继承 这个这个条约里面写得清 只有那个中国文化里面 才是不清不楚 难怪所有中华民国的法院啊 可以黑白给你判 他法院里面的法官刷就算 我也告诉各位啊 我给你咬秘诀对吧 这是因为中华民国法律就是这样嘛 后人说 去年前年啊 我帮忙阿扁 去控告美国政府 你们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我也叫他去 道际法院的检查处啊 我问啊 我第一句我问说 请问 我林某某是原告 是被告 或者是证人 你知道他说 你两个都是 你说我是被告也是证人 我要报告 按照你中华民国的法律 如果我是证人 我不可以说谎话 如果我是被告 我有权利说谎 你要叫我讲哪一个 你听有没有 被告可以说谎话呢 中华民国的法律 付给你的条件呢 所以中华民国的法律是什么 说谎大赛啦 什么人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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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被说谎的 书 中华民国的法律就是这样啊 不是吗 我讲的没有错吧 所以我非常想要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跟人打官 我给你教一个秘密 不管你是原告还是被告 你都把对方列为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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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给证人警告 我告诉你哦 中华民国的伪证罪啊 要判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哦 罪很重哦 我给你保证人都给你证人 这是秘密呢 我认几年的法论哦 只认为中华民国这一点 这是秘密 打官司哪有什么困难 其实这些人打官司打贏哦 有一点哦 有一点不道德 但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就是这样啊 法院就是说谎比赛 说说大方的人比赛啊 什么人要比赛 说到对方 给法官相信 当然除了所谎的话 还有一个东西啊 利用孙中山啊 所有的法官 我不说所有啦 这也有打翻一一一一干 所有的船 打翻一干的人啊 有很多法官啊 都是贪官污吏的 所以有时候老八生 对这个司法的改革啊 非常痛恨 完全是这嘛 这款哦 那民政务老八一定 要去查一下改革 啊 那对那些哦 不学无数的那些哦 还去坚持中华民国 老八都要求 要求说 他们的律师资格 他们的司法官的资格 全部取消 去设美国的法论 我告诉你哦 在美国我也打过官司啊 但是我都打贏呢 我怎么打贏呢 美国的司法制作非常非常好 怎样好 各位说 他有一个制度 这个deposition deposition是啥 就是不是在法官里面啊 不是在法院里面哦 那时候哦 他会叫你原告跟被告哦 跟律师啊 到书记官指定的一个地方 什么话都可以问 什么话都可以问 你要说别人 各位 已经不可能了 啊那不是呢 我们的法官在开 检察官在开 开庭啊 问一个人几分钟 三分钟 有时候两分钟 姓名 地址 你在靠他对不对 我说对 好今天到这里 回去 这样让你走几个百里了 其实他都已经 已经知道说 要跟你拼贏拼手啊 其中的犯疑吗 实际上我真的不想攻击这个法院 因为我现在攻击他们 他们提防心很重 慢慢以后再来跟他们算 我来说台湾地位 比较要紧 因为我存二十分钟而已 因为我一直说 我对在座的各位 我有不一样的心情 我和他们的延训班 有绝对不一样的心情 我们现在是第一届而已 我们马上还有第二届 有第三届 第四届 只有暑假有五届 这些年轻人 我要给你们鼓励 我要给你们要求 你不一定要完全相信我所讲的 你听清楚吗 我不一定要求你全部相信我所讲的 但是我要相信你 你要看书 你要看什么书 我有那本新台湾论给你看 你如果没有 听我说 没有看新台湾论 拜托你看网站 你去Facebook上面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同 同志啊 同人啊 朋友啊 因为这Facebook 很广 好几十万 好几百万人 在这个Facebook上面 你可以 知道说台湾人 因为这个里面 你要知道 有一批的中国的网军 是贼白营营 真的是叫做贼白营 你什么 你注意我们这个团体 制造谣言 所以你就要有到 自己本身啊 怎么样来了解 对方所讲的是谣言 是胡说八道 你要自己很聪明 要了解 从2005年开始 我的文章开始啊 就有人开始在攻击我 但是我要跟各位说 我从来没有对对方回应过 任何一件事情 不管他问什么 或讲什么 我都不回应 我会回应的 就只有在上课 这种机会 我会回应 你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对方的妈 我最多是 寻文章 把他的疑问 铺在网路上面 我自己打字 我自己编排 以我的年龄 我能够自己打字 能够自己编排 我相信哦 在座我不知道 你要编排 不要 我出的书 都自己排 你这么年轻也会有啊 但是我在Facebook上 我不上去 因为我哪知道 我哪去Facebook另外 肯定有太多人了 那那个时候哦 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在Facebook上 我不上去 我们的台湾民政府哦 有一个发言人 叫做蝶一啦 我想在网路上面 你应该会常常看到 这个名字 这个蝶一呢 他是一个英文老师 他从头 他跟我还有何瑞 我们三个人 一开始的时候 就共同 为这个论述啊奋战 虽然有很多啊 有很多人哦 有很多人在网路上 制造谣言 但是我跟各位说 因为你们以后 这个中央会完 就是你的家 你随时可以回来 大免费 但是我说一遍 我们没有外缘啊 所以吃饭 你要自己出钱 这很公道嘛 对不对 大免费嘛 因为东西都在那里 不用增加什么嘛 但是吃饭哦 不好意思 要自己出钱 我们的宣传各方便 各方便啊 也是我们这些干部啊 自己掏腰包 你不要以为说 你看到我们民政府在外面去乐捐 从来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给人乐捐 你有看到说谁乐捐给我们钱吗 没有 为什么 我们没有了 就是要关给我们钱的 超过三十万以上的啊 我们都拒绝 为什么 今天我如果关三百万 给你民政府 后面民政府 起来啦 他说哎 我当时要给你三百万的 我也要做一个什么关 阿扁啊 就是这点 投下了啦 到后来 他没办法控制啊 企业 给他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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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什么关 还是企业 三个人这么多的 没看嘛 我相信你们大家 大学毕业 不一定是找到很好的头脑呢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是合作啊 6月29号去年 他签ECFA 其实ECFA我赞成 我为什么赞成他签ECFA ECFA签力代表什么意思 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和解 中国的内战停止 中华民国里面的人可以回家啦 有没有证据 有 6月29号签ECFA 7 6月30号 美国第七舰队 事隔35年 第七舰队的军舰 昨营军港 三十五年 美国军舰没有进来台湾 但是7月30号 6月30号进来台湾 6月30号进来台湾 6月30号进来 以后马上部队 在清泉军 什么美军都没有进来台湾 有啊 已经进来了 加山机场 加山基地 清泉军基地 如果你在做兵的 全部提早退伍 你怎么去问啊 你如果有隔壁人 做兵的 这两个基地 全部都提早退伍啊 不是只有他们 一般充元 在提早退伍 和他的苏联就退伍啊 可能的台湾人 真的都不知道啊 为什么不敢报台湾民政府 有人说 哦你这台湾民政府 不要说不敢报 我们如果有一天 我们买广告 他也不敢给你认 变成我们很难 我们就要受训啊 四季 我们这些干部都去演讲啊 我们很累呢 我希望年轻人要帮忙 你不用烦恼 你说你绝对不会有事 我曾有翻那个 那个民政府 内政府的公文给你看 他告诉你很清楚 台湾民政府 不违法 好 那个民政府不违法 那以我来说 有一天 民政府得到政权啊 如果有什么人敢说 他政府 我就要抓他来办 为什么 为什么不违法 因为西拉雷 美国跟中华民国说 这个组织是按照国际法来的 你不能动他啊 所以你如果有事都撒给我 我叫林志森 负全部责任 公开说这个组织啊 你不要担心说我会反悔 我做这么久啊 从2005年开始 2006年开始控告美国到今天 活得好好的 一天都没有去坐牢过 难道我不怕吗 我也是人呢 我也怕 刚才开始我也怕 我想我认识这个 怎么对啊 不对啊 路上一个孤独 美国政府怕到 美国政府派来的交告 我说我是正确的 每一次我在美国 我在美国 在美国上部怎么样呢 2005年7月20号 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assport 我登了一个全版的广告 花10万块美金 那时候很多企业给他帮忙 顶多一个人30万 我不敢多收 10个企业帮忙 Washington Post 顶出来 马上有人去问国务院 那篇的标题是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你们在干什么 我问美国政府你们在干什么 我在那篇文件的头前半年 国防民也在美国上 要求美国政府改变一中政策 美国国务院的副国情出来说 国防民党的那个部队 他说 No 我们美国不改变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 我们等 What are you doing 那篇啊 美国国务院怎么回答 No comment 不予置评 诶 有眉目呢 所以过了差不多一年了 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 我们开始 那时候我选高雄市市长 高雄市市长的发交和身份证 那时候的发行的身份证 和今天的发行的身份证不一样 因为今天发那个身份证 是按照美国的指示 我们先成立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我们的那个议会 那个参议会通过 州政府通过 州议会通过 变得合法 那时候我是交建而已 就把它发了 Passport 发超一千份 有人去问美国中 美国国务院说 诶 台湾有一个林某某 发这个 台湾民政府的这个 那些人不叫台湾民政府 那个是我自己自己个人发的 算高雄市市长 有人发那个Passport 按你们的有什么见解 你说No comment 我就说 哦对了对了对了 美国如果说No comment 就是继续走 继续走下去就对了 所以我就继续走下去 走到今天 美国终于 说来来来来 你要发身份证 你要发Passport 你知道吗 请你按依法来办 我早说嘛 你不要告诉我 我要怎么办啊 有你们要先成立内阁 成立众议会 参议会 所以在古年 7月4号 在黄森镇DC 去跟我们换一间大楼 说你们台湾民政府 挂在这里 那不错呢 那个地方很不错 我虽然我没有去 因为我不能去 我没有护照啊 你用禁止出镜 我不是 我是因为 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所以我没有护照 美国呢 我说我没有护照 他们都在笑 你如果没有申请 我就是中华民国的人 我是台湾人 我怎么请 最近美国说 他要给我改冠 我如果去改冠 你们大家都改冠 改冠 我现在不能说 但是没有老国的改冠 现在passport 我们发行就出来了 我们两个东西很好 其实我们 我为2006年开始 提供台湾的国际地位 到今天 所有在我周围的这些朋友 没有一个人离开 这个我值得很骄傲的事情 我有两个朋友 拿着passport 没关系 我当然听清楚 一个背去日本 一个背去关岛 做什么 闯关 临上飞机 这卡丁会跟我说 Roger 我现在要去关岛 没有 没有 我拿一本passport 就要闯关 一个 刚刚那天说 我去北海道 我干嘛 我要去闯关 我跟你说 那个是真的是 如果他们两个去闯关 而被美国或者日本政府抓去关 我会遗憾一辈子 他们闯关了没有 他们闯了 先说一本的好不好 还是要先听美国的 讲日本的好了 去北海道的时候 那个passport 就把它堵出来 点管什么 台湾民政府 打开一看 看到台湾民政府的旗子 让我们平民政府的旗子 每个日本的海关十几个人 全部都围过来 你怎么有这一本 我们台湾民政府发行的 那时我们这个组织还没有 那是叫间接法成立的 但是成立的时候 我有种台湾民政府的 护照的样本 这一百九十四个国家 因为联合国有一百九十四个国家 我一百九十四个都给announce 有两个国家给我们回应 这个北海道 都围着他 要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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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林先生 我们愿意让你进去 但是因为我们的外务省 这一本护照还没有承认 你身上还没有其他的东西 有上片的就可以 我就让你进去 他说我有啊 你有什么 我有驾照 他就拿驾照 可以可以可以 用驾照 用一丁帚给他护一下 让他一米 百海道 七桌 安全过关 而且要行他时 他跟我说的哦 你可以问他本人哦 对着那个民政府这支鸡 九十度鞠躬呢 用我们很敬佩你们的这种精神 去美国的那个管道那些 国家粗糙 去关岛的那个 他说 他说这样啦 我们一样让你进去啦 但是你总要有一个 身上要有一个证明嘛 我们这位先生啊 张先生啊 拒绝 因为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就只有这本护照 其实不可能嘛 他要经过我们台湾的那个 中华民国的海关的时候 要有那本 贴连白那本嘛 也不是 不然你要出国 他就说 没有我都没有 我就只有这本 他即使不同 啊不然怎么 同样的位 他说 你们这本哦 发多少 差不多发五几本 你用一千多本 啊你们这本 这个图是什么啦 Roger令 把你们赴美国那个 美国政府就是说 那个海关哦 很客气啦 他说 他说 国务院还没有通知我们说 承认 你身上也没有证件哦 我们还是愿意让你进去 他就坚决说 我没有 我只有这本而已 他就要 各退一步啦 都没有证件嘛 什么都没有嘛 他说 亚洲这个地方 你有想要去哪里玩吗 他想想看看 没有韩国啦 没韩国啦 像美国 还可以 往韩国的飞机啊 去买 所以 踏定回来 踏定回来 说 Roger 我转了一趟 韩国 韩国之行 都要给你補票啊 都没有啊 他去韩国出票 所以 康径说 你如果照国序法 照法例来 什么人对他都没办 不敢跟你怎么 过去都给国民党跟你骗 你怎么叛变啊 叛什么变 今天是因叛变的 咱叛变 搞不清楚呢 台湾这堂土地 是台湾人的 这是政治的 不是法律哦 所以 我们大家 在肩膀里面 要清楚 自己知道 你是什么人 说到这个地方啊 你们就可以知道 说 我们台湾 到今天为止 六十冬 六十冬 那头下 去到中华民国 骗到谱咽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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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跟你讲的 tiempo 什么 生物界的街头 也有同样情形 Horyahu 你看你啦 黄色的 蚂蚁啊 專門 全门 啦 在台 那些山蚁跟小隻蚁的 紅色太蚁了 跟他咖啡 又將他的鐵翼 搬在自己的身上 走去對方 山蚁的巢穴裡面 將他的小孩撥撥撥他們 那個撥撥那些小孩大小孩 撥這個紅螞蟻做工 去幫他找食物 台灣人跟中國人的情況 和生物界表現的育母一樣 要怎麼將紅螞蟻台詞 他選舉就是跟台詞 拒絕跟他合作 問題是台灣人有沒有那個勇氣 敢不敢 美國也你說 你敢嗎 你要不要做 所以 我今天講這個 你們這三天以來 都聽很多 這三天以來 你們在這裡受訓的 不管是宗教學 也好 不管是 那個學運 講的這些 一定歷史的這些過期 二十天以來的事情 我們創裝 你說的這些 都是 你在外面聽不到的 我相信 你這個暑假 因為這一次的夏令營 被豐富不少 現在我們所說的 你在這裡說 聽到的 請你思考 我不一定跟你說 你一定要按照我所講的 我跟你要求你要思考 你要想說 這一些 在這個台上 講的這些人 講的會對還是不對 你要有判斷能力 因為你馬上就要二十歲了 你要有自己的主張 因為我們第一季 可能稍等一下 我們的蔡總理 就要來主持 我們這一次的結訓 結訓以後 到樓下拍個照 拍照的時候 大家請客中 請客 請客 請客一下 稍微整齊一下 等一下 我們這裡 課一結束 就在樓下拍照 然後就結束今天 同時呢 我們的下一屆 因為這一屆 我們是從7號 8號 9號 爸爸說不是 應該是8號 9號 10號 所以我們下一屆 加上14圈 22號 23號 24號 就是我們第二屆的下令 歡迎同學們 鼓勵你的同學 共同參加 這參加真的是 對於台灣歷史的 重新一次的review 跟重新的學習 非常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